各位同学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两个母体比例差的新来区间算法 这个题目是中兴大学财经考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这边讨论的是两个独立的母体 那么它的size sample sample size一个是16个 一个是10个 那么现在它都说它是来自于什么呢 它服从常态分配 各自的μ变异数都有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是 sample mean是多少呢 是一个是3.6 一个是13.6 那么sample variance也知道了 现在它要做什么呢 它要做的是 要我们找90%的信赖区间 在哪里 对于这个母体变异数比的一个信赖区间 90%的信赖区间 那么我们现在心里想的 什么是90%的信赖区间呢 当然是要用F分配 90%是落在中间 那么我们各自删除了 这边90 那这边就是0.05了 这边是0.05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题目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的目标是 要去做的是这个 这个的标准 这个的样本数是16 那这边是15 9 那么这个 F值是0.95 那么一样 15 9 好 我们的话呢 心里有底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 它的这个 变异数比的信赖区间 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 几率 以几率来看 小的部分是 0.95 那么它的 自由度 15 9 这个F值 可以怎么做呢 这两个比 我们把它写过来 这样子写的会比较 空间比较少一点 S1的平方 是比上 S1的平方 那么我们用乘的好了 乘的是 S2的平方 这是 S2的平方 乘上 S1的平方 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 这不是除 除的话呢 这个地方上 把除的 把颠倒过来 那么再过来 是 这个 0.05 那它的自由度 15 9 我们要求它的 几率是 多少 90% 也就是1减α 那就是90% 那么这是我们 最原始的做法 那么现在 我要比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要把 这个留下来 颠倒一下 然后这边 把它乘过去 所以我们这边 做一个 颠倒的动作 这边颠倒的话 会 这个边就会变成了 S1的平方 S2的平方 这边要注意的是 这边就移过来了 这边就是分之一 这边是 F0.05 这边是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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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1的平方 比上S2的平方 这边把它颠倒了以后 这边就要移到 右下角这边来 这边一样 S1的平方 S2的平方 这边移过来 这边就变成了 什么分之一呢 F0.95 15 9 这边就是90% 好 那现在目前来说 90%的信赖区间 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这边就把它写一下 信赖区间 我们写出来 S1的平方 1就是指的X 我们这边就直接写了 4.14 比上 第二个是7.6 这个值怎么办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再补 等一下再来补 这边一样 这边也是 4.14 比上7.6 那右边这个值怎么办 等一下来补 好 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F值的表 要拿出来看 这个值 我们叫分之一 我们来查一下 这个值是多少 0.05 159 15 9 落点在3.01的位置 所以这边是3.01 0.95怎么办呢 0.95 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的是 0.95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导数 这边导数 这边麻烦一点 我们再写一下 这边就可以写成0.05 因为这边都是0.05的表 我们把它 自由度做一个颠倒 那么 9.15 在哪里呢 9.15 2.59 这边就填下去 2.59 所以我们的信赖区间 这边是90%的信赖区间 在哪里呢 在4.14 除以7.6 再乘上 3.01分之一 右边的部分是4.14 除以7.6 这边我们已经找到了 这是2.59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么我们把它做一个计算 我们算出来是多少 这边计算一下 4.14 除以7.6 再除以3.01 我们算出来是 0.181 右边的这个地方 4.14 除以7.6 再乘以2.59 这是1.411 那么 这就是我们 两个变异数比的 90%的信赖区间